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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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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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好 还有一种说法 我们当时的哈萨克族在这里放牧 然后呢相传啊 传说中原来这里是没有湖的 在这个湖的位置中间呢 生活着一只部落 这个哈萨克族部落在这里生活 部落中间呢 有一口甘甜的泉水滋养着整个部落 然后呢有一天呢 有一个很邋遢的女人 就是不爱干净的女人 别人取水呢 都是把水从泉水里面取出来 然后再烧饭啦 做奶茶啦 洗衣服啦 但是这个女人那天有点懒 她就很懒 她直接在泉水里面洗了脏衣服 洗完脏衣服之后呢 半夜的时候泉水中的圣灵呢 就很生气 然后泉水爆发 淹没了整个村落 最后形成了赛林龙湖 这是我们当地的传说 她的公司为了大家节省时间 而且是玩得很开心 因为你不过自己的大巴 需要坐紧吃的公交车 那个公交车它要停 所有的这些小站点 它都要停 要停将近复50个站点 就很浪费时间 因为你转一圈 都是看了这种河 它可及把你住一个小停车区 然后上车下车排队 这种等时间 最夸张的一次 有些人来这里 七个小时才出去 就一直在排队坐车 就公司呢 花了七间车票 还给师傅之间呢 让师傅开车进来 就辛苦的是师傅 好啊 现在时间两点四十 等一下啊 超等 来来来 过来 好 冰淇淋 我帮你和你做出什么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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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这一段马路铺设深红沙 我猜想主要是公游客不行 或主办周济抖不净再用 我觉得只要背景美 即便马路加以红沙时战道相伴 也同样能构筑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这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旗 内容是庆祝自治州成立70周年 游客沿着战道可下到主要石碑 比赛来比赛自治州 来 比赛来比赛自治愈 来 先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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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 川面曼主市到山里幕府美不美 山里幕府好看吗 好看 有没有后悔 有后悔吗 没有 我ille程 这边矗立着一块大石碑 尚书西域境海赛里目湖的字样 这里就是游客必来打卡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大西洋暖湿气流 最远可达的地方 所以有了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别后 这里湖水非常清澈 真的应了那句名言 水清则无鱼 不过这里真的是水太清了 太清 太纯 太冷 导致许多鱼儿在此就无法生存 随后专家引进了俄罗斯的高白鲑鱼 经过大量研究和繁殖 把不产鱼的赛里目湖 如今变成了高白鲑鱼大型养殖场 和极美的旅游风景区 三里木湖景区共划分为环湖风光游览区域 草原游泳风情区域 可惜我们的旅行团只让我们 停在这个湖中的核心部位站 在站道上 观景台上打打卡 拍美照而已 过后我们便还着湖从西门离开 说实在的我们只观赏到一个站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这是出外旅游 自拍的乐性啊 这个美丽的湖 哪里是大夕阳的眼泪啊 已经是养殖高白鲑的大鱼塘了 这个坚实角度取景特别有性格 大家都渴望能站在这里 为自己拍一则 碧水蓝天白云相应的美照 无奈游客众多 大家都在排队等待拍照 因为有些人占据拍摄位置过多过久 导致后面排队的人开始大声抱怨和指责了 我可没这个耐心等待啊 这里虽是被大夕阳的暖湿气流 吹道的最后一个落脚 可是京中午时段还有寒意 草地上的残余积雪都还没全部融化 好 来 模写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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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下雪了 有 有 雪 有 冰块 又不是 下雪 有 冰块 好 很好 嗯 嗯 我 吃 某 呢 哥 她 扫她 扫她 扫 扫 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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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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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雪碧非常的美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一片白白的雪碧 再加上我们的导影 这个赛里服的服很美很清澈 好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赛里目录制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我是秋秋 欢迎订阅秋秋生活笔记 订阅是免费的